大家好,我是一元 今天我们又来看更新抢先看 那首先我们先讲登峰罩机的皮肤 很多人心心念念这个东西嘛 之前有传出来消息是说 骑兵攻击力增加15% 官方是已经确认了 1093传出来消息从来不让人失望 顺便你们也可以查看登峰罩机的头像框 坦白说皮肤还算好看 这个头像框就不好看了 那这次增加的新活动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解释 首先就是活动的部分 但是官方那边没有明确的显示是7000宝石活动 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不是7000宝石活动 不过依然有保留着连续5天的任务 需要你们去完成 接着就是新的活动 艾斯梅丽达的助导 这个活动可以获得蛮多东西 包括有加速金钥 使金头 城市皮肤跟图纸 那我们先不要看规则 先看这个图片有什么东西可以查看 那我们先看右下角 你们也可以明确的看到 其实是可以用宝石去买机会来转的 所以我不排除这个活动 其实是有礼包的 你有礼包可以买到类似像 投币之类的 然后再去玩这个活动 接着你们看到转盘中间有三指针吗 我觉得这三指针会有蹊跃 我们等一下看规则 第一个规则写到指针 指到哪个物品 你就可以获得那个奖励 但是奖励 它的数量是有限的 奖励是不会重新加载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重置 第二个规则有分成八种跟四种的奖励 那后面那句我不确定 因为它这个翻译有一点点问题 我猜测就是说 如果你拿到外面那一圈四个的奖励之后 我们有看到三指针吗 剩下那两指针可能指到里面了 你就可以拿到里面的奖励 我猜测是这样子 第三点它是补充了第一点 假设说你转完这些东西之后 有些东西你想抽的 但是没有抽到 由于这个转盘它是有数量限制的 也就是说假设说你抽到一些不想要的东西 已经抽到了 但是它不会重置数量 也就是说你可以抽到其他东西 比方说你要皮肤 但是前面都没有抽到皮肤 它把你那些东西不要的 全部排掉之后 你就有机会抽到皮肤 就是说如果你肯去玩这个活动的话 你是100%可以种到那个东西的 但是前提是 你要把前面东西可能清掉还是整样 但是最水的情况下 到了最后你还是可以获得那个物品 第四点 玩这个活动最少要准备一个硬币 同时间最多可以用三个硬币 假设说你是投三个硬币的情况下 每一个额外的硬币 你会获得额外的指针 每个指针指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也有可能撞那一些啦 我猜测 第五点 把整个转盘转满之后 你可以获得额外的愿望币 可以换成金钥匙 水金钥匙跟加速道具 没有兑换的硬币就会被回收 其实它换成那东西也是没有什么用处 那规则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它翻译有一点点问题啦 所以有部分东西是我猜测而已 那当然的 这个活动也是有概率的 包括有金钥匙 支援箱 星星材料制选箱 镜头加速 不过看到这里的镜头概率 其实还蛮高的 是3.72 但是你们也知道官方的概率 只能作为参考就好啦 你们看看就好 大奖的部分是这些 包括有皮肤 装饰品 饰品图子跟三天加速 也是有显示获得硬币的方法 包括打野蛮人称赛啊 每天登录 不过这里有其中一个就是 你要转这个轮盘 要转60次 可以获得7天的皮肤 这次的紫色皮肤是 骑兵生命力增加5% 攻兵攻击力减少5% 并且规则有写到 这个获得硬币的方法 管道是每天会充值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一直要逼你去买礼包还是什么 就是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不能留着 它一到了时间点就会回收 这次的活动也会有振奋多秒 接着是水晶回收 我相信官方账号 应该是最大的数值了 6万个赛季币 但是兑换比例官方就没有说出来 有可能10比1或者是1比1 那剩下的就会换成金币 这个金币数量 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推测 官方这里的6万赛季币 是极限的 你们看这里的金币数量 就知道官方的账号水晶 是真的很多的 所以我的推测是 总共可以拿到6万赛季币 但是兑换比例不确定 再来在我之前影片有提过的 征服赛季卡鲁拉克 这个卡鲁拉克 跟我们平时打的卡鲁拉克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征服赛季 我们平时打是归平时打 不一样的东西 要开始的方法 要等我们以战之名 任务完成之后才会解锁 每完成每一层都可以获得奖励 官方没有放这个活动的规则 所以有一些详细的地方 我们就不清楚 官方也是有展示 征服赛季的商店内容 我看到商店里面 基本上没有改什么东西 所以商店应该是不会更新了 不过之前的更新规则有提到商店里面的物品会折扣 但是我看到这边的图片是 米有写到折扣 这个还不确定 接着就是1093传出来的消息 里面的情报 就是你消耗水晶之后可以获得额外奖励 但是之前我讲错了 不是消耗250万的水晶是2500万最多 会增加更多获得水晶的管道 我们可以在水晶工厂那边多了一个选项 平时我们是看到前面三个选项嘛 后面增加了一个 你点进去之后就会像流声鼓卷那样 那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应该也知道 就是说如果你要获得更多的水晶的话 就要花钱了 不过这个价格比起我们平时买征服赛季礼包 会比较便宜一点 任务有包括打野蛮人 打喀哈尔 打成在 或者是完成驻地任务 这里的任务分别有每日 每周跟整个赛季的 可是每周这里可以看到上面有倒数时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来不及完成的话 就会直接重置 假设说你是白嫖玩家的话 就要努力去赶了 接着奥林匹亚支点好像是有改一些东西 但是对方讲的是越南话 所以我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东西 但是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就是奥林匹亚支点的技能呢 有部分是已经锁起来了 在官方显示的画面里面 我看到每一个技能几乎都是 有部分都是被锁起来的 所以这个只能等更新之后才可以确认 接着就是全新版的穿梭酒馆 正规名字叫心愿之选 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统帅五个进行抽选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统帅年份呢 是从第二代到第五代的 但是这边用到的钥匙是跟君王钥匙是一样的 官方也是有抽一轮给我们看 我可以看到十抽里面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有镜头可以拿到啦 不过我看到这个画面 好像获得其他东西的概率稍微多一点 不过这个活动官方没有显示规则出来 不过我猜测应该是跟我们之前玩的穿梭酒馆是差不多的 左手边可以购买钥匙 下面是可以去商店把你抽到一些你已经决心的统帅 兑换成其他东西 这个是我个人推测啦 但是心愿之选跟穿梭酒馆有一点地方不同 就是它没有像穿梭酒馆那样 抽了200抽之后有额外的镜头 那我会从现在开始准备军乱要死了之后也是会去尝试一下的 不过我相信这个活动应该有很大部分也是一样有保底的 但是今天的影片官方没有公布任何第六代步兵的消息 但是我相信第六代步兵就要出现了 那最近也是看到蛮多传闻啦 也有看到新的第六代步兵 有人传闻是说是连波跟白起 就连技能他们都已经写出来了 但是我看了技能我觉得有很大成分是造假 而且同时间出两个中古统帅我觉得不太大可能啦 那这个技能你们也是看看就好啦 我觉得可信度不高 这边我就不做翻译跟解说啦 我只相信俄罗斯跟1093那边传出来的消息而已 毕竟大家也是很期待第六代步兵出现啦 但是也是有些人会期待过头变成造假出来 那之前也是遇到太多次造假了 所以这一次我就谨慎一点啦 等官方那边正式发了公告之后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图片剪影之类的 我们才来讨论 不过这次的登风造极皮肤 有部分玩家表示不满意啦 为什么第一个15%的争议是骑兵的皮肤 而不是其他兵种呢 但是对我来说骑兵增加攻击力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啦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